我每次化了妆好好出去走的时候 反而遇不到水游 我一般就是由头垢面在外面逛街的时候 你是杜刀吧 不是吧 他说是是就是你就是你就是这个声音 合照一张吧 今天超管发消息给我 就是说今年的嘉年华正好是凑在五一嘛 然后人特别多 所以比较慎重 就是很怕出事情 特别是像我这种级别比较火的主播 知道吧 就叫我不要乱走 不要乱走动 还有一些很多莫名其妙不知道什么情况的路人 都会跟着一起去 像去年好多找我签名的人 连我是谁都不知道 签个名吧 我看了你好久了 我是谁 就这种睿智的笑容看着我 我的心里真的是笑你 我是谁 说啊 放屁送小宝 我会不会被认成镇子齐啊 或者张艺涵什么的 臭不要脸 你还别说就是会不会有粉丝认出我 就是其实我在外面自己逛街旅游啊 一个人散心啊 就是我都会有人找我合影的 没有都会吧 就是偶尔就会说 哇你好漂亮 可以合照一张吗 就是他们不知道我是谁 但是想跟我合张影的那种 一般知道我是谁的 我一般不太想合影 因为我是一个很懒的人 化妆卸妆很麻烦 然后又洗头 所以很麻烦 我自己出去逛街是不会洗头的 然后也不会化妆的 就是素颜 然后一个大油头 然后就会穿一身很休闲的衣服去 就很大妈 就像买菜一样的 然后就觉得那个 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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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我包起来走 然后后面十几个助理跟着那种 当然这我说的话 有50%是假的 然后就会遇到被认出来的时候 就很不讲证 我每次化了妆 好好出去走的时候 反而遇不到粉丝 遇不到水油 我一般就是由头垢面 在外面逛街的时候就是 你是杜岛吧 不是吧 他说是是就是你就是你就是这个声音 合照一张吧 他说不用吧 没事我有美颜 哈就合照了 美颜有什么用 我没洗头啊兄弟 哇就真的 我每次逛街 遇到这样的人合影之后 我都很怕 第二天贴吧就爆出我的照片 刘飞尔竟然长这样 标题就是这样 路人镜头下的刘飞尔 丑暴了 了解一下 烦死了 就每天都很担心 这种事情发生 为了避免自己有丑闻 我还是选择不出门 网购挺好的 神他妈洗了头 就认不出来了 我他妈 我在你们印象里面 就这么邋遢吗 我今天头发就挺干净的啊 为什么非要洗头呢 对我给你们说一下啊 不要每天洗头 对你的头皮特别特别不好 其实你隔三岔五的洗头 对头皮才真的是好 包括你的身体也是 不要每天都洗澡 反而皮肤会干燥 你把你那些油脂分泌物啊 保护头皮的都洗掉了 还要保护这个皮肤的 所以头发跟身体 不要每天都洗 最好是五天洗一次 What What the fuck 两三天洗一次吧 女孩子就是 两三天洗一次 你们就两天洗一次吗 我是因为这个 才保持就是 哪怕是被人诟病 说不爱干净 哪怕是被大家说不爱洗头 这个女生不注意形象 我都无所谓 这边怎么说我 我只想保护我的头皮 我愿意为了我的头皮 以全天下为敌 我就是这么爱她 怎么办吧 你们那些广东人无法理解的 我跟你们说 北方人真的不是天天洗澡的 而且他们如果真的天天洗澡 真的皮肤会很干燥 非常干燥 是吧北方人 我没黑你们北方人 特别是住校的时候 可了解了我跟你们说 你们南方人理解不了的 你们 我什么时候说过北方人不洗澡 你们怎么断章取义呢 我说北方人不是天天洗 就两天洗一次 不算拉他吧我觉得 但我其实也认识挺多有洁癖的 而且一天洗三次澡的北方人 我居然认识的就是这种有洁癖的 反而都是北方人 不住口 不住手 我一直在关注